好 再来看到台北市出现一种小能特别照相机 拥有自动侦测功能 如果呢 姿势不对或是联播表情太夸张 都会被拒绝要求重拍 而且还会播放教学影片 到底要怎么拍才符合照片的规格 而宅神朱学恒他不爱 因为他拍照但是被说这个标签不自然要重拍 但是他就大叹 我就长这样也不行吗 来 用手指 这照片不能符合别的拍摄请求 有没有搞错 现在连拍个照也会被拒绝 就是这台快速照相机在搞怪 因为本身拥有自动检测功能 笑太多不行 不论是扮鬼脸还是姿势有问题 快照机器挑剔到底 叫你重新再来一次 没有一个 很特别啊 因为有机会用的时候再看看它是怎么样的 新款照相机还可以调整座位高度 全台北只有两台提供民众使用 就连宅神朱学恒也都曾经吃过亏 过去因为弄丢皮夹跑去拍照 却频频因为表情不自然要求重拍 宅神无奈我就长这样难道不行吗 不过和传统快照机只能拍三次 比起来新式照相机还可以重复拍到好 还有影片教学教你怎么拍 拍不好不用钱 你失败也没有关系啊 你不用付钱啊 最喜欢才投币啊 照到你满意为止啦 新款照相机先拍照 后付款保证照片的你绝对合乎规格 不过要面对总是说闹的拍照机器 还真的需要多点耐心才行 周渊炫 陈建安 李文婷 台北采访报道